日本投降之后,天皇去神秘化,以前遵循的各种大德规范,迅速崩塌,拥抱战败,一针见血地写道,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,仅仅在数月之前还乐意为国捐躯,打算如樱花般凋谢的人,现在正无情地欺诈自己的同胞。 据两个关于黑市的例子,有助于大家理解当时的乱象,一是黑市上出售的很多衣服,来自医院或王者遗体,有的洗都没洗,上面各种污渍,这种在战前不可能被买回去的衣物,对购物者而言,已顾不得那么多了,便宜就好,能穿就行。 二是很多衣服乃是脏物,拥抱战败义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大阪市政厅一间办公室丢了件大衣。 市主发现后,立马奔向就近的黑市,果然看到自己的衣服,正挂在那里高价出售呢,一件并不太贵的大衣,竟然开价3500日元。 有人要奇怪了,黑市不都卖便宜货吗? 其实并非如此,黑市之所以出现,在于物资短缺,其实还是有很多日本人,藏了一些钱的,买不到商品而已。 而黑市提供了从低到高,甚至奢侈品各种选择市主立马报警。 警探却建议他自己跟黑市老板交涉。 为何如此? 看到这张照片牌子底下的自媒? 关东松田祖。 在黑市。 权力最大的乃是黑帮。 发起狠来。 警察都赶灭了。 没得办法。 市主只好讨价还价。 最终,他花了500块把自己的衣服买了下来。 要知道,当时他的月薪,也就700元而已。 从这两个例子,可知当时的黑市,真是名副其实的黑啊。 不得不说。 小偷胆子大。 敢偷市政厅。 黑市老板胆子也大。 警察和被盗者的胆子则很小。